台中港港邊停著總長85.48公尺 寬19.5公尺的大型作業船 而它正是離岸風機的海上辦公室 我們隨著工程師的步伐 登上第一艘客製化台灣籍的風機運微船 上路這一艘將近5800噸重的運微船 它承載的是所有運微工程師 在海上的所有生活起居 帶你一塊來開箱 工程師Bob仔細著裝防水防風外套 還有安全吊掛背心 穿上重達20公斤的裝備 夏天得忍受悶熱 冬天也得面臨強勁東北季風 一切準備就緒後 打包會使用到的錦修工具 就能到甲板上準備上工 船開到離岸風機位置 透過動態補償閒踢 讓運微工程師從船上走路去上班 一次出班兩到三人一組 來確保工作安全 而一上到風機一待恐怕就要八小時 結束一天的工作再回到船艙 鴻乾室裡脫下厚重裝備 回到各自的房間休息 然後這邊的話是我們平常住宿的房間 然後我們有電視有床有書桌 每位工程師都有各自的小套房 不過一開始要適應在船上生活 得撐過過渡期 之前完全沒有在海上工作過 所以就是說 但是就是在海上這樣子飄啊飄的 偶爾會有那種不舒服的感覺 但是久了之後其實就覺得說 嗯就可以適應了這一份工作 這裡有不少工程師都是從不同領域 進到風機運微工作 除了專業技術的訓練和漁文能力之外 想要當風機運微工程師 還得要不怕高不怕暈船 基本上我們一定有體能的要求 你一定要有基本的體能 你要至少要有有氧運動要夠啊 心肺心肺功能要夠 對因為我們也會有一些踏街測試 測試你的心肺功能合不合格當一個技師 才會讓你上風機 大部分的技師我們所遇到的挑戰 就是天候的挑戰 能源業者在彰化東南和西南第一階段 離岸風電廠900MW 邁入完工階段 為了展開長達二十五到三十年的風機運微作業 已經培訓一支超過二十人以上在地運微部隊 其中也包括臺灣的工程師 更將他們送往英國做一地訓練 因為我們知道很多的才能 很多的年輕人在臺灣都沒有經驗 所以我們帶了人進去 然後我們送他們到世界 即使到英國、英國、歐洲、其他地方 或甚至到新加坡、馬來西亞 我們做了這全都是為了 為了發展自己的技巧 發展自己的技巧 要讓風廠穩定運作 運為人才極其重要 包含風力發電機運轉維護 電力系統維護 風廠設施運轉 以及運為整合支援四大領域 不光靠國際支援 與大專院校合作 漸漸成為這幾年 在地培育人才的重點計劃 我們是在這裡的建築物 運作要藉盟 租的旅此 旅行 我們有約60人 大海就是他们的办公室 守住离安风电的运转稳定 随着再生能源发展加快进程 绿领人才的竞争也将越来越激烈 TVB新闻余星和刘军台中采访不到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